首次上稿,16点03分更新时间,19点45分。 记者蔡淑院台中报道,年节糖果销售旺季,卫生局食安处会同检调单位查获知名糖果代工厂一农生物科技食品公司使用于其一至六周配料制作糖果,包括苹果汁、牛奶香料、柳橙汁等四项原料做成果汁软糖、牛奶糖等九项风味糖。 初步调查违法生产约半年产制近五性一百公斤的问题糖果已流入市面将追查下游回收以封存近九十公斤的余期原料与问题糖果并依违反食安法开罚六万至两亿元。 食安处指出,移农公司为糖果代工厂,分别在1月10日、15日查获使用于其配料,苹果汁、菌香、牛奶香料、联锋、柳橙果汁与加美、柳橙果汁等四项于其配料分别调配生产油耳、鱼油、水果、果胶、软糖、鲜奶、牛奶糖、 长春糖、甘米熊软糖、综合风味、优格柳橙风味、QQ软糖、鱼油、盖脆皮软糖、鱼油、水果、果胶软糖、鱼油、果胶软糖、大小宝贝、鱼油、水果、QQ软糖、鱼油、QQ软糖等九项苍果成品分别卖向高雄、嘉义、桃园、 新北、北市、港澳等地的批发商通知当地卫生局查处回收 目前未发现有知名品牌 食安处针对业者104至106年间生产产品的制令丹、领料丹、净料减 燕丹进行交叉比对 查处一农使用于其原料制作糖果 最长于其有莲丰柳橙果汁 去年6月7日到期7月20日还使用制造于其一个半月 在工厂二楼冰库封存于其配料苹果汁56公斤与林峰柳橙果汁3公斤 另两项配料已用完 令峰存糖果成品G30 2公斤的问题 糖果成品于油、水果、果胶、软糖 食安处止盐性业者宣称零用原料未过期 但产量大为注意使用期限 期限内与于其原料搀混使用 调制时已于有效日期坦诚操作上书师 食安处产制组长陈志明指出 已请业者提出回收销毁计划表 业者也提供消费者服务专线0425634684 受理申请退费事宜 食品药物安全处 处长红秀勋表示 以农因调配包装、储存、贩卖与有效日期食品 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应与没入销毁 并可处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还 也提醒食品业者发现产品有危害 卫生安全之余时 应主动停止制造、加工、贩卖及办理回收 也提醒民众选择幸运良好商家 并注意包装、标示、效期等 维护食品安全